好,今天给你们看一个神奇的东西啊 把这个盒子给你们看一下 看,熊出没 桌面卡油精品,而且还是标准版 那么这么一盒桌油它的售价是两块钱 这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在学校里的一个小店里面买的 当时那个小店里面也会卖一些其他的桌油 三国沙呢要卖二十多块钱 这个只要两块钱 非常的便宜啊 然后当时呢 好像只有这么一盒 然后我就赶紧抢先去买了一下 小学,我那个 我上小学的时候 一天的零花钱 也就大概一块钱 所以我找了两天我就可以买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都是什么东西啊 都是什么东西 乍一看这个画面啊 非常的精致 这个印刷这个纸张呢 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但是你不要 不要被它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不要被它表面现象所迷惑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堆斧头啊 有一堆斧头 还可以看到一些人物牌 比如说这个熊二啊 熊二 哎呀,这个聚焦啊 聚焦 看啊,我读给你们听啊 锁定计 黑色的这个 其实就是杀啊 是三国杀里面的那个杀 对你无效啊 这不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人王盾啊 人王盾的那个技能 就说白了 这个游戏就是赵超的三国杀 只是把里面的这个图画名字改了一下 然后呢 其余的一个字不辣的全部抄上去 当时我是稍微了解一点三国杀的 我是一眼就看出来 他也买上当了 怪不得买这么便宜 只要两块钱嘛 对吧 而且他这个印刷 虽然说这个纸张比较精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些啊 非常奇怪的现象 你看 啊 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背面它是有的 牌是不一样的 然后有它 你看这个水果 啊 水果就是桃啊 里面的桃 这个档就是闪 啊 这个就是杀啊 就是杀 啊 它这个印刷非常差 非常的差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看这个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有一些很奇怪的牌 一些很奇怪的牌 它这个印刷非常的迷啊 非常的迷 比如说这张 这张啊 火箭筒 锁定计 当你的 当你使用杀攻击时 无视该角色 无视目标角色的防具啊 这其实就是这个青钢剑 青钢剑 啊 被它改成了火箭筒 然后我们看它的反面啊 哈哈 是不是很奇怪 很神奇啊 它的反面是这个 啊 这个体力啊 体力啊 这个正面呢 居然是一个这个武器 啊 反面居然是体力啊 这个印刷 非常的迷 非常的迷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为什么会上市啊 为什么会允许去上市 而且卖给小学生啊 卖给当时 哎 当时那个小学生 而且也没有说是哪个桌游啊 就是说桌游精品啊 什么都没说 雄出墨汁 环球大冒险 这些游戏的简介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烂 而且还抄袭 明目张胆的抄袭三国沙 而且还公然上市啊 放到这个小学生群体去卖的这么一款 有限 打着这个雄出墨的旗号 来吸引小学生去购买 非常的不好 我就上当了 所以说这个 关键呢 抄袭三国沙的不只有这个腾讯啊 不只有 不只有那个什么什么沙啊 你们大概应该都知道了 那个某某沙 某某沙 某某沙 都是抄的三国沙 这个 这种 这种奇怪的东西啊 也是抄的三国沙 但是 流传的不多 但是也算是抄袭 对吧 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说我买的 好像是 当时刚拆开啊 一看啊 就不对劲 然后再也没玩过 后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 我说 这是什么呀 然后告诉他们啊 然后他们一看 哇 真的 真的好 这个 怎么说呢 觉得这个设定非常的棒 然后我告诉他 这个其实是抄袭的三国沙啊 你们不能这个随便的去玩 以后要鉴定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正版 比如说这个就不是正版 就不是正版 搞抄袭啊 就这样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好吧 拜拜